大家好,我是黃光麗 今天這個視頻裡面不打算介紹什麼鋼琴的技巧 所以會看到我連琴蓋都沒有打開 我打算利用這個視頻來討論一下 在彈奏鋼琴的時候 我們手的一些身體上的一些原理 那這個東西和技巧沒有關係 簡單的說我們平常會學到很多的彈奏方式 不管是高抬質的不管是貼件的或任何的方式 那這個是屬於技巧上的部分 但是有另一種層面是說 我們到底知不知道我們的身體 它是用什麼樣的結構在運作 所以如果你知道身體是用什麼樣的結構在運作 雖然兩個人彈起來 你彈的跟他的很像 可能比如說都是高抬質好了 可是這個動作的高抬質 跟我們這個方式彈的高抬質 雖然你們看起來很像 但是是完全不同的彈奏方式 所以簡單說這兩個動作上 看起來都是高抬質 但是剛才我示範那兩類動作裡面 後面的那個是比較好的 前面那個會比較不好 所以我希望透過這個視頻 講解說到底我們的身體 所有的肌腱骨骼 特別是手臂這一段 它是怎麼運作的 這些事情如果都知道的話 那我們再透過自己的一些嘗試 或是自己的理解力 再去把它轉換成我們彈琴的動作 那這樣子的話就可以變成說 我們彈琴就不太容易受傷 不會得什麼肩翹眼啊 手腕隧道症候群這些東西 然後你可以練個 比如說四個小時八個小時的琴手 都不會酸 那在介紹這全部的動作裡面呢 首先我們要先介紹一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說在人體的組成裡面 我們大概可以把身體分成幾個部分 比如說有骨頭 骨頭是做什麼用 骨頭就是讓肌肉長在上面 它沒有什麼作用 它很單純就讓肌肉長在上面 所以通常我們不太去探討說 這個骨骼會有什麼功能 那個骨骼坦白說它是沒有什麼功能 接下來呢有關節 關節在做什麼事 它會讓手可以動 比如說這裡可以動 是因為這裡手腕有很多關節 比如說這裡可以動 是因為這裡有關節 所以基本上我們的結構就是 關節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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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一路接過去 有關節的地方就身體可以動 有骨頭的地方肌肉就會長在上面 第三部分是肌腱 只有關節只有骨頭 手是沒有辦法運動的 它可以上下的原因是因為有肌腱 如果沒有肌腱 那這個東西它也沒有辦法運動 好所以這三大部分要先有個概念 我們有關節有骨頭有肌腱 所以現在我們先來討論 手部分的問題 我們的手指在運動的時候 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們的手 這裡總共有一個兩個三個關節 那嚴格說來如果說是在最標準的定義上呢 我們手指頭會有四個關節 它其實是從這裡開始發出去的 所以就是說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那個 就是那種類似骷魯人還是什麼 通常我們看的時候會覺得 怎麼感覺骷魯人的手比較細比較長 倒不是真的骷魯人的手比較長還是怎麼樣 是因為當這個東西變成一個骨骼模型的時候 這裡是有一節骨頭的 然後所以等於說我們的手是有四節 一節兩節三節四節 但是這一節平常被肉給包住 所以我們看不到它 所以我們要知道的是 我們的手指其實是從這個地方開始 當然我們運動最多的地方是這裡 但是其實它是從這裡 所以這是一個想像力 就是說如果先不講其他 我們先單純介紹這個關節好了 如果你把手這樣抬起來 跟你想像 就是說譬如說我只動這裡抬起來 或只動這裡 把手這樣上下動 跟我想像我的手指從這裡開始這樣上下動 你會覺得這個感覺應該要有點不一樣 從這裡開始動 你會覺得好像手指會比較輕鬆 那這個是正確的感覺 所以雖然這個關節能運動的範圍非常非常小 但是我們在抬起手指的時候 雖然我們可能是用掌關節這裡再抬 但是比較好的想法是你要想像 它是從這裡開始的 好二三四五指這個問題還不大 大拇指的問題是最大的 大拇指特別是如果有些人 他是使用穿直的技巧的時候 他是像這樣做 那我現在做第一個動作是這樣 然後跟我這樣做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雖然畫面上看起來一樣 我知道 為什麼 因為大拇指他關節是在這裡 不是 他的關節是在這裡 而且這個關節可以動的範圍會比較大 所以等於說 如果我是這樣子做 然後跟我現在是想到這裡這樣做 畫面上我知道它看起來是幾乎一樣的事情 但是實際上是不一樣的概念 好所以就算要使用穿直 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不要只想著這裡過去 它應該是從這裡整段這樣子過來 那你們可以去實驗看看 你能發現這兩個想像力的不同 會造成你在做穿直這個動作的時候 那個舒適度是不一樣的 好接下來我們來討論一下這個手指頭 它是怎麼動 這個手指頭關節呢其實挺特別的 我做這個方向 這個手指頭關節它其實是這樣子的 它假設我們的手攤平了 它是像這樣 比如說我們面相自己 它可能長這個樣子 好所以它是比較偏直 然後有一點點弧度 這是我們一個比較正常的形狀 好在生理的結構上 如果我這個手指頭想要去運動它的話 這裡會先運動 然後注意你會從這裡開始動 然後動到差不多45度角 就是跟剛才這裡 差不多中間這裡乘45度角 在這個範圍之內會只動到這個關節 前面是沒有辦法動的 好當這裡已經超過45度角的時候 接下來這個關節會不能動 會只剩下這個關節開始再往下動 然後當這個關節再往下再多個一個 差不多這樣差不多45度角的時候 最前面的關節才會開始動 所以就我們手指彈奏的順序來說 它會從這個關節再到這個關節 再到這個關節 我再做一次 對這個去實驗一下就知道 所以一定是這個會先動到45度角 接下來再動這個 然後再動這個 這個是先天的 任何的技巧練習 都不可能改變我們人體先天的結構 所以在介紹這個彈奏的 就是人體結構的這個 概念的時候有一點很重要 就是說後天的練習 再怎麼練習都不可能去改變 我們先天的生理結構 所以我們知道很多鋼琴家 他彈得很好 但是他都有很嚴重的運動傷害 多數的情況是因為 他的動作很違反我們人體的結構 那彈鋼琴不是放鬆比賽 所以當我們在講人體結構的時候 我們是要討論出 怎麼樣彈可以很放鬆 或是最放鬆 但是這不代表我們彈琴 要從頭到尾都最放鬆的方式去彈 應該反過頭來說 因為我知道這個結構 所以我知道什麼樣動作是放鬆 什麼樣動作是不放鬆 既然我知道這個動作不放鬆 可是他的音色特別好 所以我可能用他來彈 比如說一個小姐兩個小姐 最多一行兩行 但是我不能用這個方式彈整首歌 所以回到剛才這個概念 這個是人體他先天的結構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有些人他彈琴是這樣子彈 這個動作其實很違反人體的結構 為什麼 因為他在還沒有彈之前 他的手前面非常的彎 這個動作其實是比較違反結構的 好現在我們換個方式 如果你把這個動作 你手伸起來的時候 比較偏直一點點 然後記得是這樣子的一個順序 動動動 就先從這裡 再動這裡再動這裡 到這個順序這樣下來 你會發現整個手會比較輕鬆 感覺這裡好像特別的輕快 而且還有一點是 這個速度會很快 你會感覺到你的手是啪 就這樣下來的一個速度 如果你是這樣子 你會覺得你的手感覺比較重 那一定要強調 這個是先天的 就是我們的肌肉先天就長這個樣子 任何的練習 你去練習 外單弓 氣弓 太極拳什麼東西 都不可能去改變這個機構 好所以這是我們這裡 手指頭的一個基本的運作概念 那也是因為這個概念 所以你會看到現在很多的鋼琴加彈弦 它手會偏這麼直 它有點類似像這樣子彈 那不管是這樣彈 或者是我只要把這個動作完全再舉高一點 其實我觸鍵的時候也是接近90度 但是這樣子的高抬直 跟這樣子的高抬直 其實是不同的概念 看得出來嗎 這樣子彈跟我這樣子彈 我觸鍵的那一叉弩 就是假設這是碰到鍵盤 那一叉弩都差不多是90度沒有錯 但是這樣子的動作是比較舒服的 這樣子的動作會比較不舒服 它會對手造成一些損傷 那二三四五指基本上概念都是一樣 那大拇指剛剛說 大拇指最主要是在做穿直的時候 應該要去動這個關節 不要動這個關節 好這是一個很簡單的觀念 接下來繼續討論一下 我們大拇指一般來講呢 有兩個主要的動作 比如說彈音階爬眼的時候 可能是用穿直 這樣過去 但是也有一派的彈法 它是用平移 那 理論上 先說理論上 理論上其實 穿直這個動作 對人的負擔會比較大 當然這是一個理論上 所謂理論就是指說 人體結構它就是這個樣子 它對負擔是比較大的 所以如果一首曲子 它需要的音階爬音 特別特別多 非常非常多 你全部都只使用穿直的動作 而不使用平移的動作 很容易會造成 身體的一些運動傷害 會 手會特別容易痠 那 在繼續往下講之前 一定要強調一個概念 當我們彈型的時候 手會痠 會痛 它都不是一個正常的現象 這是人體的一個自然的機制 什麼機制 它在警告你 我不舒服了 所以 會痠會痛 通常都是這個基建 被過度的使用 或者是怎麼樣 然後就會有人跟你說 那是因為你練的不夠多 你再練多一點 你就不會痠不會痛 這句話 對一半錯一半 對的那一半 是的確你在練 它就不會痠不會痛 錯的那一半 是因為它沒有說 你不會痠不會痛的原因 並不是因為你的身體 習慣了這個動作 一定要強調 人體的結構 是不可能透過後天的練習 去改變它 如果這個動作 會造成你會痠會痛 那你重複的去做它 那這個動作 本來就是違反人體結構 是你重複的做它 這個對事情沒有改善 但是你不會覺得 欸 就是說你不會覺得痠 不會覺得痛 會覺得我現在談談 正常的原因 要強調 不是因為你的身體 習慣了 或者是能接受這個動作 是因為肌腱已經開始發炎了 發炎的東西 會有短期間 它會有點像被麻醉掉 就是麻痹掉 它是沒有感覺的 有點像我常開玩笑說 你拿刀子去割手 今天割很痛 明天割很痛 你天天割 割個三年 割同個地方 割同樣的一個深度 割個一年兩年三年 等到它這裡 節減的長出什麼 比如說結痂了 還是怎麼樣了 你再下去它沒有感覺了 不是因為你這個動作 沒有傷害 而是因為你這裡 它已經類似像 它整個發炎了 然後它肌肉已經 就是這裡的神經 已經有點壞死了 所以在討論運動傷害 彈性的運動傷害的時候 第一階段 是你會痠會痛 第二階段 是你不痠不痛 不痠不痛 其實比會痠會痛 還要再研究 因為這個時候的不痠不痛 不是因為你動作對了 所以不痠不痛 而是因為它已經麻木掉了 所以它不痠不痛 接下來如果你在持續練 再過一段時間 你的手會開始劇痛 為什麼 因為發炎已經 它只能有短暫的麻醉效果 但是這個時候 因為它實在太不舒服了 所以它把過去所承受的 那些不舒服 全部都爆發出來 到了這個階段 會很難處理 所以一定要提醒 當你本來會痠會痛 可是你的動作 沒有做任何改變的情況下 居然它不痠不痛了 要提醒自己 這是一個警訊 要很小心地處理這件事情 那因為今天這個視頻 我並沒有要討論任何技巧 所以我們先不討論這個問題 怎麼解決 我們還是繼續把整體的結構講完 所以在手指來講 為什麼我剛說穿指 邏輯上比較危險是這樣子 我們做一個練習 當你把手這樣子 面向自己的時候 那有幾件事要知道 第一個 我們的手假設它本來張開 這樣子沒有問題 當我的大拇指要這樣子 穿過來的時候 有一件事情一定會發生的 就是我的小指會忍不住 我誇張地做這個動作 它會縮起來 然後因為小指的肌肩 五跟四的肌肩 很多部分是連在一起 所以四會跟著動 這個一樣它是閒天的 你沒有辦法透過任何後天的練習去改變 但是穿指的時候 我們在彈音階 排音又要求要穩定 比如說你手心放好了 然後這樣子 單純這樣移過去 所以我們要求什麼是 大拇指移過去 二三四五 通通不能動 這個是比較違反人體工學的事情 所以可以的話 我還是鼓勵 平移會比穿指來的好 而且很多鋼琴家 他都用平移 包含鋼琴家李佩提 他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說他18歲還是17歲以前 他的技巧都是穿指 但是過了18歲以後 他開始嘗試平移 自此以後 他就只用平移 再也不用穿指了 那在一些鋼琴家的訪談 我們看得到這個紀錄 所以就是說 有很多鋼琴家 他會從穿指轉到平移 但實際上 我們在彈的時候 動作是結合在一起的 不能說百分之百穿指 或百分之百平移 他可能是五十五十或七十三十 但是練習上平移 如果你練好穿指 這個動作是不用特別去練 而且也最好 不要把大拇指移動了太多 為什麼? 因為你大拇指移動了多 你的小指還有你的五明指 他一定會被有點這樣拉過來 這個是先天的 這個你沒有辦法去改變它 還有另一個先天呢 是什麼狀況呢 就是我剛剛有提到 為什麼我們的手 盡可能不要用彎曲的動作 來做我們的準備動作 而盡量用直的動作 來做我們的準備動作 是因為這樣子 我們手張開 假設是這樣 我二跟三 現在距離是這樣子 你們可以去 也就是也做這個練習 現在你把手指頭給彎曲起來 好 一樣我這個距離不改變 我把它拿過來 你會發現二跟三的距離變短 這是張開 它距離很長 很遠 我只要手指一彎曲 這個距離一定會縮短 它本來是這樣 它就縮短到這 一樣 那是因為這裡有一個肌肉 它在做這件事情 就是在這個關節的地方 有一個肌肉 所以你會感覺到這個肌肉在運作 這個肌肉它在做什麼事 就是你的手指腳一彎曲 它會把你所有的手指 全部都類似像這樣子 拉攏進來 除非你要把這個肌肉給割掉 要不然你也沒有辦法去克服這個現象 所以最危險最危險的動作 就是彈爬音的時候 因為我們知道彈爬音的時候 音的距離都比較遠 明受都可能是這樣子 你把手彎起來彈爬音 其實是很危險的動作 為什麼 因為彈爬音我們要求手撐開 可是你要同時把手彎起來 所以你要求兩個 不應該同時發生的事情 同時發生 所以會鼓勵彈爬音的時候 手盡量彈平 要不然這個未來會很容易很容易受傷 而且這個是風險指數最高的一個動作 因為這個是最沒有辦法克服的 偏偏我們又經常需要手彎曲 又把手張開 這個會超級不舒服 那同樣一定要再強調一次 這個東西你不可能 因為你練習練得久了 你的手就能習慣這件事情 這不可能的 因為肌肉長在這裡 除非你割掉它 不然你沒有什麼辦法去做這件事 好所以手的部分 我大概就介紹到這裡 接下來介紹到手 手腕一個很常見的錯誤觀念是 很多人認為手腕就像門酸一樣 上下上下 所以老師說 OK手腕要上 手腕要下 好這個都沒有問題 可是這個不是手腕它真正的結構 手腕這裡是很多個關節的 基本上你可以想像成 它的骨頭從這裡過來 然後再到這裡 就說這裡接到這裡 它這裡並不是一個關節在這 那我一定要再強調一件事就是說 關節可以讓手可以動 骨頭是讓肌肉長在上面 所以它不是一個關節在這裡 其實它是兩排的關節在這裡 應該說兩排的骨頭啦 所以它這裡 我不要說太詳細 就大概說一下 你就想像成它這是兩排的骨頭 所以假設說 這裡有四個骨頭 這裡有四個骨頭 所以 就是說這裡有一二三四 這裡有一二三四 所以這裡總共有兩排的骨頭 你既然有兩排的骨頭 你就會有三排的關節 因為這裡 這裡 對吧很合理 兩排的骨頭 所以你會有三排的關節 那我們彈鋼琴並不需要把這個研究有這麼透徹 所以有些細節我就略過 或者是我這樣子先簡化會比較好理解 但是我要講的事情是 所以手腕再怎麼說 它都不是一個像門栓一樣的東西在這裡上下 它的範圍是比較長的 而不是這樣子 好所以當你在做上下的時候 現在你換個角度去想 這裡你想像成你的手腕好像一條蛇 它有很多個骨頭 你不要想兩段 你想個十段八段 就是總之它骨頭很長 然後呢 它這樣子動 所以你不是像門栓一樣上下 不是喔 它是有點像蛇的那個運動 是這裡很多個骨頭 然後你這樣動 正常來說你會覺得這樣子動 手腕會比較防手 那這是當然的 因為一樣 這是人體斜天的結構 我們改變不了它 那我們再繼續往下 從手腕這裡接到這個地方 那關節在這裡 關節在這裡 所以骨頭在這裡 但是一定要記得 比如說這裡有關節 這裡有關節 中間有骨頭的時候 你可以有一隻骨頭 你不太可能有兩隻骨頭 因為有兩隻骨頭呢 它會卡死 所以如果我們的手這樣子 你去摸你會發現 好像有兩根骨頭 就是小指這裡一根骨頭 大拇指這裡一根骨頭 所以這是我們人的結構 這兩根骨頭看起來 它會一起連到這個地方的關節 可是我要強調一件事 這兩根骨頭 不可以同時連到這個關節 你就想想 如果這個關節 連在一起 連在一起 然後兩根骨頭上來 連在一起 連在一起 那你這樣沒有辦法轉嗎 所以等於說 這裡雖然有兩根骨頭 但是有一根 才是真的有作用的 它是關節在結合的時候 使用的骨頭 還有一根骨頭很單純 它就是只是這樣肌肉附著在上面 它沒有什麼功用性 所以你們 在繼續往下看之前 你們可以先猜猜看 到底是小指連過的骨頭 是真正的骨頭 還是大拇指連過的骨頭 是真正的骨頭 好 想完了嗎 或者是你們先把視頻暫停一下 先去實驗一下 然後感覺一下 到底是哪一個骨頭 是真正的骨頭 現在可以講一下答案了 真正的骨頭 是小指的這個骨頭 才是真正連到關節的骨頭 大拇指的骨頭沒有作用的 所以比如說我現在這樣子 在做手指 應該說手臂旋轉的這個動作的時候 我的兩根骨頭 它本來是這樣 它是平行的 當我這個轉過來的時候 它會變成交叉 所以它會從平行轉過來 它會變成交叉 你如果仔細的注意 你會發現小指這根骨頭 你看起來是這樣旋轉 好像都在動 沒有 小指這根骨頭 是沒有動的 比如說我這根骨頭在這 我現在旋轉過來 有看到嗎 小指的骨頭 其實是完全沒有動的 是大拇指的骨頭 它現在已經變成這個樣子 然後我再轉回來 有沒有 所以它是從這裡轉到這裡 大拇指的骨頭 是沒有作用 它會像這樣子轉過來 小指才是真的在支撐的那個軸心 另外一個事情就是說 比如說你去再做引體向上 或者是你手提很重的東西的時候 其實我們提很重的東西 我們的手一般是這個形狀 你會不自覺的 讓小指這裡整個成一條線 你不會讓大拇指的骨頭 成一條線 為什麼 因為大拇指的骨頭 它沒有支撐的作用 這樣子不可能做 你會做這個動作 所以這個牽扯到 我們在做手指左右旋轉動作 一般我們比較傾向 讓小指的骨頭 是我們旋轉的重心 而不是大拇指的骨頭 是我們旋轉的重心 這樣會轉的很奇怪 是小指 所以還有另一個彈琴的概念 就會變成延伸出來 就是說我們彈琴的時候 會盡量避免這樣子 因為這樣子的話 你這個骨頭 從這裡到這裡 這裡會拐了一個很大的角度 這個對彈琴來講是不太好的 如果在彈四五指的時候 把手稍微移過去一點 盡量讓手指 手臂成一直線 讓這個骨頭 這樣一路接接接接過來 都是直的 一路都是直的情況之下 這個力氣會比較好的傳遞 所以彈琴的話 四五指的力量也會比較夠 那這個會牽涉到另外 劍翹眼的問題 我之後再討論 劍翹眼其實是從這邊引起的 好 現在這邊也討論完了 我們再繼續往上講 上面這一段 倒比較沒有什麼特別需要講的東西 它就是關節關節骨頭 就這樣連 好 所以現在呢 我們慢慢的把範圍 講到了我們的手臂這一端 講到手臂這裡的時候 要提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什麼樣的概念 就是很多人認為 我們彈琴是從手臂開始 就是手是從手臂開始 上 下 上 下 這樣子 然後呢 這個手臂是從哪開始 是從肩膀 所以很多老師會要求學生 肩膀不要動 肩膀不要動 就是說這裡有個關節嘛 所以上 下 上 下 所以簡單的說 在很多人的概念裡面 身體是從這裡開始 這裡是手 這個概念呢 我不知道中文怎麼翻譯 在一般這類書籍裡面 這個就叫做 比如說 body就是身體 然後arm就是手臂 然後split就是分開 簡單說就是身體 手臂 它是分開的 但事實上並不是這樣子 為什麼 因為我說了 骨頭跟骨頭 就是說 應該說關節是讓人體的 所有肌肉能夠運動的一個主要的關節 它需要透過骨頭去連結 所以是關節 骨頭 關節骨頭 關節 好 接下來 下一個問題是 這個手臂它是怎麼連到我們的身體的 不知道有沒有人想過這個問題 手臂不可能連到這裡 然後這裡是一個身體嘛 然後手臂就啪啦就這樣插進來 然後這裡就可以動了 並不是的 手臂連到身體透過的是什麼骨頭 然後連到哪一個關節 好 現在公布這個答案 我們手臂的就是這樣一路上來以後 它到這裡是關節 接下來它會透過鎖骨 連到前面的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我們整個的躯幹 然後後面是脊椎 所以整個躯幹骨是這樣子 它就是你們有看過嗎 那種類似肋骨的長相在這裡 但是它從這個地方連到這裡 最主要最主要是鎖骨 所以你們在看武俠小說的時候 就很多人就說要廢掉一個人的武功怎麼辦 就把它鎖骨打斷 對 因為鎖骨的關係 你的整個手臂才能動 鎖骨如果斷掉的話 你的躯幹沒有任何的方法 可以帶動你的手臂 所以武俠小說那一句話說的是真的 就是要廢掉一個人的武功 把他的鎖骨給打斷 那他的手就再也不能動了 為什麼我要講這一段 因為我們在彈琴我們知道 有時候手臂會上 有時候手臂會下 很多老師會要求學生 這裡不可以動 事實上這裡不可能不要動 因為這裡並不是整個手臂的原點 我再強調的是 手臂不是從這裡開始展開的 它真正的概念是要從這裡就開始看 它是從鎖骨一路點下去 所以正常的手臂 就是說比較正確的概念 它是從這裡開始點過來 這一段是手臂 而不是這一段 所以我們做個實驗 如果你現在特別強調自己肩膀不要動 上、下、上、下 這是彈琴的動作 我們現在會做 特別要求自己肩膀不要動 你會覺得這裡不太舒服 現在我要講一個身體結構的事情 我們的肩膀一開始放鬆是這樣子 這個沒有問題 你移動到45度的時候 這裡都可以不要動沒有問題 可是當你超過45度 這裡還要再繼續往上動的時候 你們再加自己感受一下 你的鎖骨 它本來是長這個樣子的 當你這超過45度要再動的時候 它會變成這樣 就是鎖骨這裡它會提起來 一樣這個是鮮甜的 你不可能透過任何的練習去改變它 所以這個是我知道最多人彈琴 為什麼很多人彈琴前胸後背會痛的原因 因為它過去可能經常被強調或被要求 肩膀不可以動 但不可以動是非常違反人體工學的事情 因為你腳一超過45度 你的鎖骨應該要抬起來 所以你能有這個概念 然後再去想像一下 當我把手臂舉起來 我的鎖骨慢慢的這樣起來 起來 跟我強調整個這裡完全不能動 你會覺得這兩個感覺會差很多 那這也是我忘了是在Boris Bearman還是哪個鋼琴架的書裡面寫到 就是說手臂我們彈琴本來是這樣子嘛 然後現在有時候我們彈過去彈到小指的時候 手臂會稍微起來一點 那他們所謂的起來指的不是說這個動作的起來 只是說你想像坐在浴缸裡 然後就是像這樣我在浴缸裡 然後呢水一直放放放 最後水一直滿上來 然後我的手會這樣淹上來 他們說手臂起來要有這個想像的感覺 那為什麼我們要知道人體結構 因為如果我們有人體結構的時候 我們透過人體結構去分析這個動作 會知道這個動作是健康的 它怎麼健康 因為如果你想像你是在浴缸裡 手這樣扶起來 你這個鎖骨你會不自覺的上浮 它不會被鎖死在這裡 好所以這個是我們要理解人體結構的原因 理解人體結構如果只是到這樣 它是沒辦法幫你彈奏 但是如果你去分析所有的彈奏動作 然後你知道這個結構 那你會明白 為什麼他要叫我們做這個動作 或為什麼使用這個動作 鋼琴家感覺特別容易受傷 好所以這個是到鎖骨的這一段 然後其他的部分 對彈琴的影響不是特別大 所以這裡我就不提了 因為包含其實我們的頸椎 包含我們的頭怎麼彎腰 我們的 比如說我們看鋪的時候 會往前往後 然後我們的腰部的這一段 到底怎麼運作 但是這個我覺得它對我們彈琴的 影響沒有那麼明顯吧 所以我覺得這一段不提到 是沒有關係的 然後有一個值得提的是 我們彈琴的時候 很多人會被要求身體坐直 好像軍人一樣 這樣子 身體要坐直坐正 那同樣的這個也是違反人體工學的 如果你去看真正人體的那個 骨骼的那個結構圖 會發現如果這樣子 這有點像說我強迫我的脊椎整個是直的 當整個脊椎全部是直的時候 這個是不合人體工學 因為我們知道脊椎它是長的有點像S型的 所以最正確的話 應該是說稍微一點點的前傾 上半身一點點的前傾 類似像這樣子 這個會好一點點 而不是整個這樣子站直的 好像後面貼著一扇牆這樣子站著 這個其實比較不舒服 但是這個東西我覺得 就是知道就好啦 知道身體不要這麼直 那但是影響比較小 所以這個視頻裡面 我大概介紹了從手指一直上來 到手臂 然後一直到鎖骨 那鎖骨這一段是最多人所不知道的 那這一段如果過去沒有這個概念 一定要盡快地擁有這個概念 不然彈琴的話 這裡會很不舒服 最後來討論一下晚睡到症候群 也就是所謂的見鞘炎 那見鞘炎這個東西 它更正式的醫學名詞是 手腕睡到症候群 那因為它是從那個 英論裡面這樣直接翻譯過來的 手腕睡到症候群 這個事情是怎麼發生的 就是說在我們的這個 手臂連接到過來 就是說應該這樣說 我們的手指可以上可以下 是因為有肌腱 那肌腱在這裡呢 大部分的手指的肌腱 都是從這裡開始的 有很少部分的肌腱 是從這裡開始 但是沒有任何的肌腱 是從這裡開始 所以說有些人認為 練琴要盡量把手指練得獨立 事實上手指再怎麼練 它不可能獨立 因為手指它沒辦法動 能動的是肌腱 手指只有骨頭跟關節 沒有肌腱它是沒有辦法任何運作的 所以彈琴的時候 比如說這個手指如果在動 為什麼很多人說你要想像到手臂 因為這個才是正確的 我們的肌腱是這樣連過來 而不是這樣子 你這裡全部都不去動它 只有這裡 這個其實並不是我們 真正身體運動的一個狀況 好 肌腱從這裡開始發展 然後再過來 那我們可以上 是因為有肌腱往回拉 所以它一往回拉 我就可以上 這個概念很清楚 同樣的下面有肌腱 它一拉 那你的手就可以下 好 在下手臂的這兩個肌腱 它是互斥的 就是說這兩個肌腱 它沒辦法同時運動 然後 所以譬如說如果你手往上 然後下 你如果這裡同時想要往下 然後這個手指頭要同時往上 像這樣子做這個動作 簡單說我特意的去強調說 做這個方向可能太清楚 我特意的要去強調說 這個往上 所以是這個肌腱 它要就是上面的這一組肌腱要拉 然後往下是下面肌腱要拉 所以它往上以後 如果我現在特意的要強調 這個往下彈 這個要往上抬 這個要往上抬 這個非常的違反人體工學 那你覺得往上跟往下 可以同時做的原因 是因為神經的傳導非常快 所以它先把這個訊息送到這一組以後 它再把訊息送到這一組 但是一定要強調 在先天上 這兩組肌腱沒辦法同時運作 而且這個在醫學上 是非常明顯的一個事實 那這個沒什麼好說的 因為人體結構它就是長這個樣 你就是不可能同時上跟下 所以當在練習高抬指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會盡量的避免 很單純的把手指 比如說一個往下一個往上 這個動作是非常高危險的動作 因為你要求你的肌腱 做完全不符合人體力學的事情 好 那怎麼克服這個問題 其實有很多方法 每個鋼琴家使用的方法不一樣 那這個不在這個視頻討論的範圍之內 但是只是要先講 我們的下手臂的肌腱 先天上它就分成兩組 這兩組沒有辦法同時運作 所以如果你經常這樣子做 做久了以後 你的神經它會有點錯亂 因為OK 年紀小沒關係 年紀小神經很靈敏 啪啪它同時送兩個信號過去 也不是同時 上面的送完再送下面 或下面的送完再送上面 它是做得到的 但是隨著我們開始越來 年紀越來越大 然後神經的就是傳遞 開始就是沒有小時候那麼靈活了 如果習慣這個動作 他會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他開始會不自覺的 容易彈錯音 甚至有時候 他明明知道要彈什麼音 按什麼手指 可是他的手就是不停控制 好 這時候請不要怪他的手 為什麼不停控制 因為他們手 本來就不應該是這麼的運作 這個是忍了下手臂 他在傳導上的一個狀況 那這個狀況還有一點 比較特殊的事情是 因為我們的肌腱是這樣子 一路連過來 所以最好的狀況是 這個肌腱它到這裡 經過兩排的那個手腕關節 然後傳導者它整個都是直的 簡單的想 你就想像有點像那個骷髏人 然後你拉動繩子它就會動 所以如果我現在誇張一點 我的小指如果是這個樣 你看到嗎 這個肌腱是這樣 這個肌腱是這樣 所以它拐了一個角度 有點像我在拉一個繩子 它這裡拐了一個角度 這個繩子是這樣繞過去 然後你在這兒一直拉一直拉 會發生什麼事情 它跟這個地方 它會有一個比較大的摩擦 一定要記得 肌腱連過來的時候 是很多根肌腱的 比如說我只有五根手指頭 那我的印象中很久沒更新這個訊息了 我怕可能記錯 但是大概吧 有24根肌腱是連到這五根手指頭 所以這裡是密密麻麻的肌腱 等出它是塞得很慢的 這時候你讓它本來這樣直的拉 是很舒服 突然你把它這樣子 讓它拐了一個角度 它會很不舒服 那拐了一個角度 你這樣子上上下下的拉它的時候 那就摩擦就是在這個地方 它跟其他肌腱的摩擦就會比較多 摩擦會發生什麼事呢 摩擦會生熱 生熱以後 這個肌腱它就會開始膨脹 膨脹了以後 它就會開始會不舒服 好那現在我就可以講 什麼是碗隧道症候群 它就是說 在這個關節裡面 其實它有一個類似 像這樣的一個手腕隧道 它的骨頭就是圓形的 然後也是印象中啦 我記錯了就算了 反正大概24根肌腱裡面 還是21根肌腱裡面 好像有14根吧 都是從這個手腕隧道裡面穿過去 所以你想像這麼一大堆的肌腱過來以後 這裡有個骨頭長成圓的 然後大概有14根的肌腱 從這個地方穿進去 剩下的肌腱才從旁邊走掉 然後呢 穿進去的肌腱再長到這五根手指頭上 那這個它先添 它這個骨頭 它就長成這個樣子 那你的肌腱就這樣過去 所以回到剛才了 如果你讓它一直有不正常的摩擦 摩擦久了以後 肌腱受熱會膨脹 膨脹可是偏偏這個大小固定在這裡啊 那怎麼辦 它有地方可以去嗎 沒有 所以你這裡會開始不舒服 它會開始痠 會開始痛 這個都是正常的 因為它沒有地方可以去 然後這個時候就會有一個 神秘的聲音告訴你 那就是你練的不夠多 你練多一點 你手腕就不會痠不會痛 對啦 這是沒錯的 因為我剛說嘛 它會麻痹掉 於是你肌腱持續的膨脹 它開始發炎 但是你認為它不痠不痛 突然到了有一天 所有的肌腱都膨脹到 撐到這個骨頭的極限 沒辦法再撐了 它想把骨頭撐開又撐不開 這個時候你的手腕會開始 劇痛 會非常痛 然後這個時候很多人 從這個時候開始會完全沒辦法彈琴 為什麼它只要一動 整個手腕會痛到不得了 這個已經是最嚴重的狀態了 那這個狀態怎麼辦 在外科上來說 你只得動手術 動什麼手術 把這個骨頭給削薄 因為沒辦法 你的肌腱它已經整個膨脹了 它沒地方去了 只好把骨頭給削薄 但是這畢竟它不是一個解決 根本的一個方法 因為你動作還是錯誤 你的肌腱還是會一直膨脹 它一直摩擦 它就生熱 生熱以後它就膨脹 這個也是鹹甜的定律 所以它這個會變成一個惡性循環 那運氣也還好啦 很多人到這個階段時候 他的文憑也拿到 所以他開始教學 所以他可以開始不用彈琴 所以他的學生並不知道說 我的老師他彈琴手會痛 所以很多人他的鋼琴就停在這個階段 或者是也不錯啊 反正他畢業了 文憑拿到了 也不用彈琴 也不用練音樂會 但是我要先強調的是 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錯誤 那整個錯誤的原點就在於 你這樣極限做了不正常的動作 它這裡會有太多摩擦 所以通常彈琴來說 會有一個算是鐵律 就是不管哪一門哪一派的鋼琴家 他都會建議你手腕到 不就是手臂到手指 盡量讓他維持一直線 譬如說彈大拇指 我就這樣彈 這裡是直的 那現在彈小指的時候 不要這樣彈 因為這樣會拐了一個角度 把手稍微偏過去 這時候這個會是直的 所以 他可以動的多一點 他也可以動的少一點 都可以 但是不能不動 因為你這裡不動的話 就是說 他最後導致的結果 就是所謂的劍翹炎 所以這一部分 就是今天我想利用這個視頻 很簡單的介紹一下 就是整個彈琴的一些動作 那經常會收到很多老師來信心 問說 我對高台指的看法 或是怎麼樣 那我覺得鋼琴是這樣子的 鋼琴其實有很多個派別 歐洲的鋼琴家 美國的鋼琴家 俄羅斯的鋼琴家 中國鋼琴家 全世界有很多不同的鋼琴家 然後其實 每一個國家 它的彈法 大概都有 比較特定一點的派別 那一般情況下 我們用聽的 或我們用看的 多少可以猜除 它是哪一些派別 我要講這個是說 所謂的 你說要高台指也好 你不高台指彈也好 你要貼一鍵彈也好 我都可以拿出很多個鋼琴家 是使用這個方法 彈得不錯的 而且也沒有運動傷害 重點是 你能不能把你身體的結構 結合這個動作 然後不要去傷害它 就像我剛說的 高台指 如果你是這樣彈 那肯定會受傷 但如果你的概念 是像這樣子 看起來也是高台指啦 對 看起來也是高台指 但是這個概念 完全不一樣 那你這樣彈 你不會受傷 那音色的好壞 並不在這個視頻 要討論的範圍 那我要講的只是說 任何的技巧 其實你都找到 代表它的鋼琴家 然後這些人都彈得很好 所以技巧一定要記得 它不是用看的 你如果用外表 看起來我的動作 跟它的動作一樣 這個是沒有用 很多東西是 你要知道 人體骨骼的結構以後 你會有一些不同的彈法 那看起來都一樣 但是感覺真的是不一樣 那其次就是說 當你聽到了一個彈奏法 你想去學習的時候 你得第一個 先把這個彈奏法 轉換為我們身體 所有的結構 然後去想 這個彈法 合不合整體工學 或者是它為什麼 要我們這樣做 那一些比較常見的 彈奏方式 比如說rotation 就是旋轉 它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或者是說 為什麼現在越來越多 鋼琴家手是貼平的 甚至很多鋼琴家 他彈琴會折子 那最近幾個 小邦鋼琴大賽 柴克夫斯基鋼琴大賽 都可以看到很多鋼琴 要彈琴手會折子 那如果你只是看到 他折子 就說他不好 那這個是 我覺得這個有點太膚淺了 但如果你知道整個 人體的結構 你看他彈琴 你會自動轉換成 所有的骨骼 跟關節的運動 你會知道 他這樣彈是因為 他想製造出什麼效果 那你就會明白 他這樣子做 並不會不好 而且相反的 他可以做出他想要的原則 所以這個視頻就是介紹 我們整個人體 大概的一些 跟彈琴有關的 一些關節 骨頭 肌腱的一些 基本的運作方式 那希望這個 對大家彈琴的時候 會有所幫助 到處於 我們來看 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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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個